月圆之日 一道诡异的闪电击中一盆花 这盆花变得异常奇特 花苞圆圆胖胖的 竟然长出一张巨大的嘴巴 迈克将这盆外形怪异的花带回了花店 并将其摆放在窗台上 奇特的花朵引来了众多顾客的欣赏 原本惨淡的花店生意也迎来了转机 然而 喜悦未能持续太久 这朵奇花开始凋谢 叶子一个接一个的枯萎掉落 花店老板非常焦虑 因为这朵花被视为带来财运的保护 老板要求迈克想尽办法养活这朵花 而这让迈克却陷入了迷茫之中 他开始查阅各种古籍 但都未能找到正确的饲养方法 在整理物品的时候 迈克的手被一只玫瑰刺扎伤 鲜血渗出 而此时迈克惊讶地发现 这盆花竟然抬起头来 然后对着它牺牲起来 迈克有些茫然 他以为花想要亲吻它 连忙走上前去将嘴靠近小花 但小花却没了反应 他将手伸向花朵 花朵竟然张开大嘴巴 迈克将鲜血挤出 将其滴落在小花嘴里 等迈克将花喂饱后 小花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生长 很快就挤破了花盆 这盆棋花太过离奇 老板认为必须大力宣传 这样才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自己花店的生意才会更好 在老板的怂恿下 迈克带着这盆棋花参加电视节目 并展开了一场轰动的宣传活动 随着宣传的推进 花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然而 可怜的迈克却不得不 一直供给其花所需的血液 日渐疲惫不堪 这朵长相奇异的小花 需要吸取人类的血液来维持生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朵小花长大变成了大嘴花 迈克陷入了困境 自己的血可不够他这么吸的 而大嘴花还提出为了规律饮食 需要一日三餐 每餐都要为他喝血 面对这大嘴花的要求 迈克感到无助和焦虑 他开始寻找各种方法来喂饶这朵花 但都无济于事 他陷入了困境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绝望之际 迈克脑海中闪过一个奇特的念头 他回忆起老板的女儿安娜 有一个极其恐怖的男朋友 一个比飞车党还可怕的牙医 这个牙医以残忍的方式拔牙 从不使用麻药 病房里哀嚎声不绝于耳 迈克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自己爱慕着安娜 但维克多对待自己的女神却残忍无情 整天家暴打 但安娜却深陷这段痛苦的恋情无法自拔 迈克决定利用维克多的弱点来解决自己的困境 在迈克打算装作维克多的顾客去拔牙 没想到维克多看起来十分兴奋 他给自己套上器官 但没想到准备放弃的时候 阀门被他拧掉了 维克多最终因为缺氧而被憋死 这让迈克有点猛 不过他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 他将维克多的尸体装进袋子里 拖到花店的地下室 用斧头将尸体分成大小不一的肉块 然后将他们喂给早已饥可难耐的大嘴花 而安娜也从维克多带来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投入了迈克的怀抱 然而迈克没有察觉到 安娜的父亲亲眼目睹了他分割尸体的营物 他逼迫迈克将喂养稀血花的秘诀告诉他 否则就会报警抓迈克 迈克陷入了困境 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老板的要求 这朵大嘴花竟然用触手撩起女人的裙子 然后将它环抱住 往自己身边拉去 大嘴花跟安娜说想让他进入自己的体内 这安娜感到了巨大的恐惧 而他之所以独自在此 还是因为两个半小时前 大嘴花从收银台掏出硬币 投进电话机给安娜打电话叫来 当迈克赶到花店的时候 安娜的半个身子都被大嘴花吞了进去 迈克赶忙抓住安娜的双腿 尽力将花朵拽到自己边上 用手掰开大嘴花将安娜救了出来 但安娜最后还是躺在迈克怀里离开了 迈克陷入了无尽的悲伤和痛苦 他感到心灰意冷 在处理好安娜的躯体后 便来到天台 准备自我了解这悲惨的一生 却意外看到了一个男人 端着一盆尚未发育的大嘴花 迈克都懵了 连忙跑回花店 看到大嘴花开始繁衍后代 巨大的花盆碎裂 无数的根须在空气中舞动着 触手分叉上的长着数不尽的小大嘴花 他们伴随着大嘴花对迈克嘶吼着 随后利用触手卷住迈克 一口就将它吞了下去 而此时的花店老板并不知情 他开始售卖大嘴花的子女 众人得知连忙跑去购买 并为自己能够拥有一朵这样的花 感到十分兴奋 然而仅仅过去了两天半 众人家里的花就已经长成大嘴花 他们四亿四年 突破墙壁 拆毁大桥 掀翻出租车 街道上充斥着巨大的大嘴花 甚至一些大嘴花直接带着铁轨前面 等待列车带着一车人驶入他的嘴里 人们陷入了恐慌 四处逃命 大嘴花带来的后果远比 人们想象的更为严重 人类为了消灭这些大嘴花 组织了军队和直升飞机 展开了与大嘴花的战斗 然而 大嘴花数量众多 而且皮糙肉厚完全不惧怕子弹 人类只好喊来大夫 让他把僵尸吸引过来 大战直务